世界盃足球赛H5赛事今天登场 葡萄牙首度亮相出展加纳 焦点当然关注在世界级球星斯伊罗的身上 他也没让球迷失望 上半场双方僵持不下情况 下半场开始后 第65分钟靠着获得12码罚球机会 率先破门踢进全场第一球 也让斯伊罗成为世界盃史上 首位连五届参赛都有射门得分纪律的球员 同时将他在国际赛所保持男子进球记录 延续至118球 37岁的斯伊罗2006年首度参赛 前三届都分别各踢进一球 上届2018年俄罗斯世界盃踢进4球 今天比赛是他个人在世界盃的第8球 最后葡萄牙是以3比2击败迦纳 另一场H组赛事 南韩以0比0逼合乌拉圭 双方各获得一分积分 稍早两场G组赛事 瑞典以1比0胜克麦隆 巴西靠着理查利森独进两球 2比0击败塞尔维亚 人间福报真博群 综合报导